好 來 我們開放Call-in 待會是高雄的陳先生 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 童魚 各位來賓大家好 你好 我是阿美族的 你好 我剛剛聽到 我是覺得 全世界第一個跟顏著名道歉 是紐西蘭的國家 第二個是加拿大 第三個是澳洲 你看 我是覺得 漢英文如果真的是做這個動作 我相信他一定會當選 就像澳洲的總理一樣 他跟顏著名道歉 顏著名把票通通投給他 我是覺得說 其實我們在座的來賓 我們漢人的朋友 我是建議 漢人的朋友是由漢人來 知道顏著名的狀況 是由漢人教育漢人 不是顏著名去教育漢人 我們顏著名教育漢人 漢人根本不會接受 我們顏著名我們自己來教育 我們自己的同胞 陳先生 你今年幾歲 我47歲 47歲 有沒有小孩 有 有小孩 小孩子的原住民的名字叫什麼 一個叫 鼠奈 一個叫打歪 鼠奈跟打歪會不會講阿美族語 他們會講 那你很厲害 很棒 這樣很棒 千萬不要讓他們失傳 不會不會 我不會讓他們這樣失傳 好 非常謝謝陳先生 來 台東的彭先生 彭先生 主持人 你好 你好 在這邊 我要非常的敬佩 我們馬老師跟我們的賴代表 他們兩個 這麼認真的 為我們原住民的權力 跟我們 為我們原住民的權力 來東奔西奔 這樣子來發聲 非常的敬佩他們 在這邊也跟他們說 很辛苦了 我曾經是部落的群聯會會長 我在部落當了六年的幹部 兩屆的會長 在當會長的其中 我發現到我們原住民的年輕人 幾乎都沒工作 我發現是回來的 或者是 都沒有領到權的回到部落 那在我協任會長的時候 我就 可能自己的 盡一份自己的心力 我弄了一個企業社 就是專門讓我們部落裡面 失業的年輕人 能夠有一份工作 大家來做 但是後面 我覺得 剛剛要接賴代表的那個話 就是說 這個園民會的主委 應該就像賴代表講的 我們一定要有多數的原住民 來去推崇 能夠我們認同 能夠做事的主委 因為我們看到 從網路上看到園民會 很多的什麼 幫助原住民的青年 創業啦 就業啦 然後弄了很漂亮的廣告 結果我們都按照成績去申請 有的沒有才發現說 其實園民會 他也是在 政府的國民黨的體制底下 根本不是一個 一個自主的一個團體來幫助我們 還要我們去配合他們做很高的宣傳廣告 結果到頭來呢 什麼都沒有 他也沒辦法幫助我們 然後 第二年呢 又用什麼 裝案處理啊 然後還派了兩位小姐啦 派了什麼官員 來到我們 企業社裡面來做關心啊 所以要幫我們規劃啊 不好意思喔 南港邱先生 邱先生 邱先生 喂 你好邱先生 大家好 你好 我今天很欣賞賴代表 因為他敢出來 為原住民講話 嗯 我要請請問說 那代表那個金鋒鄉是不是 北南族的 金鋒鄉是 台灣族 金鋒鄉 台東的金鋒鄉 台灣族 台灣族 是 馬英九八八水災 有沒有去過 金鋒鄉 有 有 有 他什麼時候去過的 他有 我在新聞上看到他有來啊 我知道 因為我聽到那個 那個太馬力的 中紀屋要開幕的時候 他有氣 是 為什麼他氣 災民在 受苦受難的時候 他不氣 人家中紀屋 要露成他 他才去 我這個有證據的 我個人去 金鋒鄉 三次 第一次去 看到金鋒 國小的小朋友 為什麼 帳篷 裡面 教室 衛生紙 放點水 什麼都沒有 然後 終究 要露成 邀請馬英九去檢查 當時 自治會長也邀請我去檢查 我說 我在做工的人 沒辦法 這個叫馬英九嗎 你們還要試試他嗎 那邱憲你也是原住民朋友嗎 不是 你不是 對 我要火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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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謝先生 謝先生 你好 謝先生 你好 我台中我姓謝 請說 大家好 我今天看到原住民終於抬頭了 今天 今天我們看到馬英九 給予原住民什麼東西 其實他從以前快開始在騙原住民 我很欣賞原住民 我對我原住民文化 是非常非常欣賞 我認為原住民應該自己 覺醒 他 其實他從以前 你看他給他們的各種優惠 他只是在騙他們 其實應該給他們更多的輔助 所謂輔助就是說 你可以從旁去輔助他們 你他們喝酒 你現在說他們一酒降到25塊 根本就要害死他們 他們會越喝越多 所以他給原住民的東西只是 短暫的 讓他們只是看到前面的東西 他們後面的東西看不到 我們應該原住民本身 他必須有個自覺 其實我們 我們都生活在這塊土地裡面 我們有70% 都是有原住民的血統 我們應該很慶幸說 有原住民的血統 我們也覺得說 這塊土地有原住民 我們應該更慶幸 我不是原住民 但是我相信我 我主學裡面一定有原住民的血統 我希望說大家 尤其我那個賴小姐我不認識他 但是我希望說 你應該喚醒你原住民 本身該有的一個尊嚴 繼續往前走 好 謝謝謝謝 花蓮戴先生 戴先生你好戴先生 你好 你好 我從以前讀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對原住民 真的是又愛又恨 愛是愛他們很可愛 他們很天真 他們沒有想要害人的那種念頭 但是我們恨他是因為這個政府 給他們太多優惠 反而讓我們這些 喉嚨人 外省人 反而在學校 跟原住民在競爭的時候 各方面都覺得 為什麼原住民有那麼多優惠 反而我們沒有 我們今天我們繳的稅金 不比誰都還要少 但是我們今天繳出去的稅金 卻都在原住民身上 每次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只要來部落 賄賂一下 給你們酒喝 結果你們票全部都投給他 當時我是 我是非常非常痛恨原住民 因為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學校領到的補助款 第二天第三天馬上喝酒喝光光 沒有用在他們該用的東西身上 但是今天我看到大化新聞 我真的覺得我很開心 因為原住民終於抬起頭來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那時候 2008年的時候 我很痛心的一次 就是因為說怎麼樣 陳水扁照顧原住民 照顧得最多的 反而他落選 他反而2008年 民進黨卻沒有得到原住民的認同 反而在花蓮票全部都沒有 那你認為說我們 我們能夠 能夠對原住民 是用什麼樣的心情去看待 你看陳水扁八年 民進黨在 在台灣的社會上面 他對原住民照顧了多少 設原民臺 客家電視臺 各個族群 大家全部都有得用 在過去國民黨時期有嗎 但是卻民進黨卻在2008年 沒有得到這些族群的認同 反而民進黨輸的 2008年輸的很慘 那你認為說 我們這些喉嚨人 要怎麼樣去面對 因為這樣子的捧頭離開下去之後 會讓這個社會不公平的事情 越來越多 好 大家謝謝 好 來 台東陳先生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 喂 陳先生在嗎 你好 你好 我首先 你好 我首先公安賴代表 為我們台東發出聲音 因為我住在馬蘭社區 因為馬蘭社區出很多 結束的體育人才 營住民 楊傳廣 楊建福 結束人權 但是我首先 我要感謝以前賴昆成當市長 把我們那個台東的馬蘭社區 發出光陰 但是台東現在的市長 那個陳市長 他把那個馬蘭社區辦成似不像 為什麼世界的原住民那個舞蹈會把 會被花蓮 屏東 台北拿去 為什麼把它結合在我們台東一起辦馬蘭社區呢 也把我們台東的觀光帶出產業 把我們原住民產業品團 介紹給世界國家呢 我覺得他 真的有點愧對我們台東 這個國民產那個市長 真的 小兒子市長 因為不能把我們台東帶出這個世界 好 所以我把它結合在一起才能帶出這個世界 好 請先休息喔 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一間廣告 好